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导体做一个分类 导体像同营经这个特别好的导体 还有我们把这个土地地上当作一个导体 人体也是一个导体 但是我们人跟同营经不一样 我们是同营经是good conductor 我们是conductor没错 是poor conductor 是不好的 不良的导体 好 现在我们把它分类一下 这个是Ampere and Maxwell Equations 这个用SigmaE 这个用电长来表示 我们可以把电长拿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起初变化的这个东西 只不过再写一遍而已 好 这个Yc 它是等于J Sigma of Omega 因为它是幅数 我们写成直角形 这就变成real part 这是imaginary part 是指这个 Ipsum prime是指这个 Ipsum double prime是Sigma of Omega Ipsum c 这是幅数界定长数 然后tangent delta d 我们令它等于Sigma over Omega Ipsum 这个正好就是 这个值被这个除 这成为某物质的耗损角正切 Rose tangent 或者耗损耗散因素 也叫做Dissipation factor Delta d 我们就称它叫做耗散角 Dissipation angle 在无耗损界值里面 这个值是零 好 现在我们看两个图 这个是imaginary plan Imaginary plan 那么它的界定长数 有时数部分 你看它界定长数 它可以分成时数部分 跟虚数部分 复数部分 那么这个角度 就是这个大小 比上这个大小 它不是这个角度的正切函数 等于这个 如果是时数的话 它如果是时数的 如果是没有耗损 和界定长数 和界定值里面的话 这个直接就等于这个 因为没有耗损 这个等于零 它就等于这个 导体界值中 alpha beta hc 是用耗损角正切来表示 就一般我们写alpha beta hc 看你是用在什么地方 如果是导体界值里面的话 我们就是这部分 用这个来代表 这个来代表 如果是耗损的界值 这是导体界值 导体界值 导体界值里头 参加一点点的界定值 它就是 不是纯的 不是理想的导体 那这个是什么 理想的界定值 如果你掺杂了一点点的 导体界值 那它就不是一个 理想的界定值 它是一个耗损的界定值 耗损界定值呢 我们就用这个来表示 这个 这几项 我们就是用 epsilon double prime 比上这个来表示 用这个来表示 脚频率为Omega的电磁波 脚频率为Omega的电磁波 在界值中传播的时候 界值通常可以分成两类 一个叫Good Conductor 一个叫Good Conductor 我们先看这个好了 Good Conductor 就是有两 就是两导体 它的特点就是 它的这个耗损角正切 远大于1 或者是 它这个 Ipsilon double prime 远大于Ipsilon 这个时候我们要求 它的Gamma值 Gamma值本来应该写成这样子 这就是J Omega Mu Ypsilon C 这个 也在这个里头 Ypsilon C Ypsilon C 我们特别写出来 因为这一项 比较远大于这个 所以它的纸在这里 就给妈妈糊糊就不看了 就只剩下这一项 这一项就变成什么呢 这个的二分之一尺方 它就变成 这个Fu 拿的变成正J Omega 就变成这个 从这个 然后 这个J 跟这个根号J 约到一个 就变成根号J 这个就变成 Omega 跟它约到一个 就变成Omega Mu Ypsilon 这个 传到这里来 这整个都没有 就变成这个东西 我们说这一项 可以写成这一项 可以写成这一项 底下是我们的证明 因为 根号J J它就是 Exponential J 二分之拍 J就是这个 因为 它是Cosin二分之拍 零 加上J Sin二分之拍 就是J 这二分之一 乘进去 就变成Exponential J 四分之拍 它可以等于这个 那这个呢 也是一样 你这个 直角形 画成 极形 就是一加一 开很好 这个Tangent的 四分之拍 一被移除了 跟二约掉 也是四分之拍 所以 Gamma 可以写成这个 也可以写成这个 写成这个的话 我们就发现 Gamma 是这个 那我们把 Omega 变成 2πF 这2跟这个 约掉了 变成这个字 因为Gamma 是等于 Alpha加Beta Alpha加JBeta 那从这里 就可以知道 Alpha 等于Beta 等于这个字 你可以把这个 F画回来 变成 也可以写成 这个样子 一个要记得 如果是 两导体的话 两导体的话 它的Alpha 跟Beta 就直接用 这个算就好了 不要去用 这个算 用这个算就好了 然后Eta 它原来是这个 这个值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提出一个 Epsilon 里头就变成 E减到这个 开根号 就变成这个值 因为它 比E大很多 所以我们就 直接写成 这个值 成上根号 这个值 那么这个就可以 就是 负二分之一次方 负二分之一次方 所以你把这个 负二分之一次方 就是这个是等于 这个 开根号分之一 你可以把它划减一下 就变成这个 这个分母变成分子 跟这个约掉了 OK Omega 分母变成分子 μ还在这里 Sigma分子变成分母 因为它是倒数 J 负结可以变成正结 正结 在分母现在变成分子 变成这样 那这个就可以写成 因为它是个 幅数 就可以写成 这个就是 Exponential J四分之八 因为J是Exponential 二分之八 开根号就变成这个 这个是 Ata的极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值 画成直角形 画成直角形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 把根号二成到这里来 这个就可以恢复成 1加1 1加J 这就是直角形 Ata 写成直角形是这样子 写成直角形是这样子 这个是当这个远大于1的时候 量导体 好 它的穿透深度 它是Alpha分之一 Alpha我们刚刚算出来了 就把Alpha带进去就好了 你画成F就变成这个 穿透深度 就用这个带 因为Alpha等于Beta等于这个 所以 不是 这个是Alpha Alpha是这个 我们这个Delta的Alpha分之一 就可以用这个 那现在我们拿铜来看 铜为例 铜的 Electric Conductivity 是5.8乘10的7之方 这个非常大 10的7之方 μ是等于这个 非常小 好 我们说当 Frequency 是等于 一个MHz的时候 一个 一个KHz的时候 KHz的时候 我们把它带进去 F带进去 Sigma带进去 μ带进去 π带进去 算出来 是2个mm 穿透深度 是2个mm 这个是 一个KHz 如果是1000个 MHz 哇 那就是一个 这等于一个GigaHz 好 Delta 你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带进去 0.002个mm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波长比较 频率 频率 越大的 这个电子波 穿透深度越小 频率 越小的电子波 穿透深度越大 那反过来就是 波长越小的 电子波 穿透深度很小 波长越长的 穿透深度就越大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用这个 比如说我们潜水艇 用声纳 声纳也是一种电子波 海水是一个导体 那在这个导体里面 你声纳一定是 波长要很长 它才可以 可以 穿得很远 如果你用很短的 波长 那就没有用 没有用 OK 那么这个是 我们看到这个 波长很长 如果像我们刚刚讲 一个Gigahertz的 它打到铜的表面 只有0.002 个mm 那么它等于 没有进去 马上就反射 马上就反射 所以我们要 隔离电子波的话 我们要 表面要用导体 用导体来做 你导体越好 那么电子波 波长 越短 或者它的 frequency越长 frequency越大的话 它根本就射不进去 第二种戒指 就是耗损戒电子 它是戒电子 不过它有一点点 这个导体在 杂质在里面 所以它会有一点点耗损 不过它现在是 后面这一项 比这个要小很多 这个要比这个 小很多 这个时候它的alpha 那你现在就 你不能说 这个小很多 就当做一 这个就不要了 那一减一就等于零 那不行了 那所以 你就来把这个展开 一加二分之一 乘上这个 取这一项就好了 减一 一减一等于零 那只有这一项 所以alpha 就等于这个 乘上 这里头有个根号二 根号二乘二就变成二 乘上这个 OK 乘上这个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ipsule prime就是它 可以约掉 可以约掉 OK 那这个是等于 sigma 这个 ipsule double prime 是等于sigma over epsilon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值 化成这样子 alpha等于它 在耗损介质里面用这个值 好 就是 它等于这个 epsule prime等于这个 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beta 也是一样 你把这个展开 就是 这个加一 就是变成二 加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个 这个提出一个二出来 二跟 根号二跟根号二约掉了 就是这个值 这是一加上 提这个根号二 提出一个二嘛 那就是 这个就变成 或者你把这个 根号二 沉进去 好了 这根号二 沉进去 就变成二 二分之一 这个约掉就变成一 这个呢 沉进去 就变成这个 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化成 八分之一的 这个 这个值 八分之一的这个值 好 所以 beta我们就用这个 就是radium per second 好 那现在 再看它的 eta eta eta值是等于 这个值 我们把这个写成 负二分之一次方 好 这个保留 然后这个呢 把它展开 一加上 二分之一这一下 再加上二分之一 乘算二分之一 减一 这是 two factor 这个平方 好 这个 值就变成这样子 好 这个是 eta c 当然 这个是 eta c 就是 在这个 耗损的 借电值里面 它的固有 婆主抗 当 eta 当 sigma等于零的时候 alpha等于零 alpha是零了 beta是等于这个 那这个呢 这个等于零的话 这个就等于零了 这个 这个零了 就等于这个值 所以 这个 这个等于零的时候 就跟理想界点值中的 参数是 一个样子 一个样子 好 现在我们 看一个题目 有 一束一个beam 的均匀 线性 极化 平面电磁波 在海水 海水的 参数是 这个 向正 Z方向 传播 在Z 等于零处 的电场 是这个 零处 我们假定 这个 这个是零处 的电场 现在要求 它的衰减 常数 向常数 雾有波足抗 向数 波长 跟 穿透深度 好 当政府 衰减到 Z 等于零处 的 百分之一的时候 它 过了多远 就是从这里开始 穿波多远 它这个值 只剩下 原来的百分之一 就是 变成一了 写出 泰巴马尼克 FORM的电场 跟HX 在Z 等于零点八米 处的值 好 你现在要求 衰减常数 要求这个 向常数 等等 海水 海水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个 导体 是凉导体 还是 Poor Conductor 还是可以算成 耗损的界电值 那我们就要看它的 耗损角正切 首先我们看 它Omega 是这个值 Frequency 就是这个值 这个Omega 可以读出来 Omega F等于Omega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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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这么多Hertz 我们就求它的 耗损角正切 Sigma Omega 这个是 Y乘乘乘乘R 这个是 四个Siemens per meter Omega 已经求出来了 Omega 它告诉你是 10的 7次方π Y0 是这个值 你可以用8.85 来算 这个 YR 等于1 然后 1不是2等于1 不是1 Sigma2 1不是2是80 搞错了 你把这个层层除一除 就变成180 180比1要大很多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 海水把它算作一种 两导体 算作一种很好的导体 那α我们就用这个字 因为它是两导体 我们就采用这个字 π frequency 刚刚就出来的 这个是 μ Sigma是这个 你把这个乘出来 就是8.89 Namper per meter β等于α 因为在Good Conductor里面 α跟β是有同样的值 8θ是等于这个值 两导体 那我们就1加J 这个π带进去 frequency带进去 μ带进去 σ 带进去 我们可以算出来 这个就是根号2 exponential这个值 算出来是等于 这个值 π exponential j 4分之π 自方 omega 像素 omega over beta omega有了 β也有了 所以算出来是3.53 乘10的6次方 个meter per second 破长 lemna 2π over beta 2π β还是这个 算出来是0.707 个meter 穿透深度 delta 等于α分之1 8.89分之1 这个算出来是0.112 meter b 就是这个 当 它在0的时候 就是 正 就是这个电子波 在z等于0的时候的值 乘是exponential 这是它的衰减因子 负αθ 我们说这个 要多远 它变成 原来的这个1% 那就是这个关系 那于是我们就得 exponential 负α z次方 等于0.01 那这个就100 所以从这里可以算出来 z是等于 α分之1 nature logarithm 1000 你把这个 查出来 是这个 α 你这个 电算机可以算出来 α是8.89 说出来就是 0.518公尺 船差不多半公尺左右 它就衰减到原来的1%了 这衰减到算蛮快的 好 电厂的 浮数形态是这个 H厂的浮数形态呢 就是电厂这个被A到C来除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是1000 A到C 是π exponential j 四分之π之法 这个还保留 最后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大小100 被π来除 3.14来除 就31.83 然后这个 衰减因子还在 然后这个地方 四分之π就变到 这里头来了 变成这个 这个是它的 H厂的 浮数形态 那它的 十斜形态 你就把这个值 乘上exponential Omega t次方就好了 那这个 100 那α是8.89 那这个 Omega知道了 这8.89z 这就是 去cos 去real h值呢 就是把这个 称exponential jOmega t次方 取十数 也是一样 你算出来 前面的值是这个 这个衰减因子 然后这个后面呢 它原来有两项 这一项 所以就说 它是这两项 这一项跟这一项 合并以后就变成这样 这是Ampere 这是Ampere 电场的 这是电场的 Time harmonic form H上的 harmonic form 现在我们要问 当z等于 0.8公尺的时候 0.8公尺的时候 这个值是多少 z0.8公尺 t是任意时间 那你就把 这个z用0.8公尺带 这个z跟这个z用0.8公尺带 它就变成这样 这个可以算出来 这个跟这个合并 就是这么大 这个 乘起来就是这么大 7.11 H上也是一样 0.8公尺 这用0.8公尺带进去 这个算出来 是0.026 当然它单位就是Ampere Permeter 那这个就是 算出来是这个字 AmperePermeter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 再继续看 我们看一个例题 有10个 Machhertz的广播 电磁波 分别在湖水 跟海水中传播 湖水的 电传导系数是 4乘10的 负3次方 Siemens per meter 它的借电常数是81 海水呢 Sigma 是4个Siemens per meter Ibsen也是81 现在要分别计算 两个界值中 衰减常数 以及它的穿透深度 好 现在 要计算 衰减常数 跟穿透深度 那衰减常数 就是Alpha 那么Alpha 要用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过 先要分别看看 你这个导体 是量导体呢 还是耗损的 借电值 因为我们 都有 近视的公式可以用 首先我们就看 湖水的 耗损角正切 耗损角正切 就是决定 它是量导体呢 还是耗损的借电值 那耗损的 耗损角正切 就是这个东西 Tangent Delta C C就是conductor Sigma over Omega 本来这就写Y就好 那我们把Y 把它写成Y0 成YR 因为它现在告诉我们 是YR 现在就带进去 湖水来说 Sigma是4 乘10的负三次方 个Siemens per meter Omega呢 我们可以写成2πF 2πF呢 就是这个 10个MHz M就是百万 10的六次方 10个MHz 就是10的七次方 个Radians per second 然后YR 用81来带 那么Y0是用这个 8.85乘10的负 12次方 个Feris per meter 好 你把这个算出来 它是等于 8.88乘10的负二次方 那这个远小于1 所以 在10个MHz的时候 湖水属于低耗水 借电值 这个跟这个Frequency有关系 跟Frequency有关系 所以它在10个MHz的时候 它是这个值 它是属于低耗水的 借电值 既然是低耗水的 借电值 我们的穿透深度 就用 穿透深度就是1α分之1 那α我们就可以用 耗水借电值 的值来算 那这个 1α分之1是这个 那我们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2 当然没有问题了 σ 也是4乘10的负 三次方个Siemens per meter 好 这个地方呢 那 ε0 over μ0 开根号 这个是等于 377欧姆分之1 因为μ0 over ε0 开根号是377欧姆 所以这个就是 377欧姆分之1 然后ε2 用81来带 好 这个算出来 穿透深度 是11.9个meters 就是说 在湖水里面 你10个MHz的电波 它传到 只剩下原来 在长度的 ε1分之1的时候 和ε1分之1的时候 是11.9公尺 好 现在我们再看海水 海水也是用这个来 算它的 耗损角正切 你把Sigma带进去 这个时候Sigma就不一样了 它是4Siemens per meter 刚刚是4成10的 负3次方 那这个 都一样 这分母都一样 你把这个算出来 它是88.8 那这个圆大于1 所以在10个MHz的时候 湖水呢 算是量导体 量导体 我们就用量导体的 这个 量导体的公式 量导体的公式 它 α分之1是这个 那我们就把 这些值带进去了 Omega 2πF 2跟2约掉了 就是变成π F就是10的7次方 Radiance per second 然后 μ 4π乘10的7次方 Henry per meter 那这个是4个 4个 Siemens per meter 算出来它是4分之1个meter 那就 差不多是等于8个cm 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一定要写出来 很多同学习惯不太好 不写单位 这是meter 这是centimeter 好 那我们就看 同样的 10个Megahertz的电磁波 它在海水里面 它传到原来的 exponential分之1的时候 强度是 exponential分之1的时候 只要8个cm 就减弱那么多了 因此 我们知道 那么10个Megahertz的电磁波 不适合做海水的通信用 但是它适合做淡水中 如果你只要10个meter的话可以 你的距离就10个meter以内的话可以 如果比这个太远也不行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 海水 它是一个量导体 量导体的话 它的穿透深度 就同样的一个 一个频率的电磁波 它的穿透深度就比较小 然后这个穿透深度 你看跟什么有关呢 跟这个F有关 F越大 穿透深度就越小 越小 所以说在海水里面 因为我们 比如说你一个驱逐舰 它要侦测 有没有潜水艇的话 它要用深纳 深纳就是在海水里面传播的 如果你只能传播八个厘米 那除了它浮在水面 否则你怎么撤得到呢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频率 弄小一点 弄小的 频率小的话 波长就比较长 所以它是用深纳 它不能用雷达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 另外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有一个频率 是25个Gigahertz的电磁波 它在蒸馏水里面传播 那蒸馏水 它的YR 有实处部分 跟虚数部分 可见了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耗损的 借电值 如果只有这个的话 没有这个 它是借电值 那现在它有一部分是这个 那它就是 里头掺杂了一些 导体的杂质 所以它会有耗损 那这是一个耗损的借电值 那现在我们要计算 它的衰减长数 向长数 以及它的穿透深度 跟波长 那首先 我们刚刚说过 你要算这些东西 你要看看这个到底是 量导体呢 还是耗损的很厉害的 这个借电值 那我们就看它的耗损角正切 那么这个时候耗损角正切呢 因为它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值 我们就用这个好 有实处部分 有虚数部分 好 这Y2R是等于这个 那耗损角正切 是Y2' over Y2' Double'是9.01' Y2'是34' 所以除一族的话 0.265' 那这个值 比起E来 是小 但是并不是远小于E 没有说远小于E 所以你也不能算它 是一个 Pool Conductor 所以我们 想的两种 近四值都不能用 于是我们就用原来的公式 Alpha原来是这个公式 那我们就用这个来带 F Omega是2πF F是25乘10的Gigahertz 那就是25乘10的九次方 Radiant per meter 记得Giga是10的九次方 那么根据2 根据2 根据2还在这里 那这个呢 μ y y y 可以变成 y0 乘y r 那μ呢 一般 它就跟μ0一样 μ2 我们一般 就算它是1 所以 μ0乘y0 开根据 这是1c分之1 光速的导数 然后剩下一个 y2 开根据 那就是根据34 1 加上 这一项 的平方前一 OK 那你把这个算出来 再 跟这个一起算 它是等于401个Nappers per meter Nappers per meter 好 β 像长数也要我们算 像长数跟α就是插在这里 α是根据 是根据 1加 1 ipsum double prime over ipsum prime 的平方 开根据 减1 这个是 加1 所以 只是 一个减1 一个加1 而已 你把这个算出来 它是 3709个 radians per meter 这里你也可以直写 per meter也可以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算穿透深度了 因为你α算出来 那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导数 注意它的单位 原来这个单位算出来了 正规算出来了 它应该是meter 我们用millimeter来表示 因为这个字穿透深度 如果是一个导体的话 都差不多都很小了 用公尺的话 你这个0.00太多了 那么呢 β算出来 就可以算波长 2π over beta 2π β已经算出来了 对不对 它是2.04个meters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有一个915个mchertz的微波 微波 microwave 通过肌肉组织 肌肉组织的 Electric conductivity是1.6 Siemens per meter 界电长数是51 现在要求它的 幅数的传播长数 即固有足看 γ就是α加β 你把α求出来 β求出来 就可以算这个 你现在要算 αβ我们刚刚说过 你要先分辨 你要先分辨 这个频率下的微波 在这个介质里面 它的耗损角正切 是多大 耗损角正切 它是sigma over ωmega Omega就变成2πF ε变成ε0 εR 那现在我们把数字带进去 sigma 1.6个Siemens per meter 2πF 915个 Meg 就10的6次方 那么整个单位用 Radian per second 然后这个是8.85乘10的 负12次方 然后 1.2是51嘛 算出来0.67 0.617 这个也不算小 也不算大 所以我们还是只能用 它原来的狮子来算 你像这个狮子 你多做几遍 你就记住了 多做几遍 你起初做记不住嘛 你看它 看公式嘛 像这样题目 你多做个几遍 你自然就记住 然后把Omega带进去 Omega 2πF 那2跟这个根号2 约掉一个根号 根号2 就变成根号2πF 那这个还是一样 μ 就跟μ0的值一样 Epsilon 等于Epsilon0 称Epsilon2 那根号 μEpsilon就是11分之1 开根号 然后还剩下一个这个值 然后这个里头 一加上 0.617 平方减一 开根号 你把这个值都算出来 2π 2π 更号 带进去π 3.1416 F 915 乘10的6次方格 Radiance per second 然后光速 然后这个是根号 51 这个算出来 最后是多少呢 穿透身 这本 alpha alpha 衰减常数 是142.7 是这个写错了 这不是Radiance 这应该写着Nepers Permit Nepers 但是Nepers Permit 跟这个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还是要写Nepers Permit 我写错了 β 就是差在这里而已 刚刚前面这个字还是这个 我这里用加的 最后得出来是多少呢 142.7个 Radiance Permit 好 alpha β 算出来了 γ 复述的 传播常数 好 ETA ETA C 这是一个复述 这个式子也是一样 你多写几次啊 就记住了 因为它现在 它不是属于量导体 也不是属于Pull Conductor 所以它不能用近似值 我们就用原来这个值 把它带进去 μ就是μ0 ε0乘ε2 这个式 那μ0 overε0 就是377欧姆 底下还剩一个ε2 就是根号51 1加上 这个 我们前面算出来就是 0.617 然后这个Exponential J2分之1 Octane是0.617 好 你去算这个 OK 算出来 它是我们用幅数 用极 极 就是用极坐标 来表示 前面是大小 后面就是它的向小 后面就是它的向小 后面就是它的向小